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李希霍芬最早提出来的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 是德国人提的 丝绸之路是德国人提出来的 就是当时李希霍芬写了一本书 就是他在描述在几千年前的时候 在中国和中亚 在欧洲之间有大概 就是他猜测 因为各个地方都有各种道路 他就猜测在那个时候 这些道路是不是互相其实是连通的 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猜测 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做丝绸之路 但是呢 李希霍芬这个丝绸之路 首先一点呢 这个是他个人的一个 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假设 他假设有这么一套道路系统 我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 对吧 这个没有错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李希霍芬提出 丝绸之路之后的一个世纪以来 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 他都大行其道 大家都在谈论丝绸之路 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 导致一个绝大多数人 就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感觉 就是只有当丝绸之路出现的时候 各个民族各个文明之间 才开始大规模的交流 就默默的形成这样一个错觉 对是就有这种错觉 但是实际上这个错觉 这真的是个错觉 因为你要知道 丝绸之路只是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一个德国人想出来的 那么就无论有没有李希霍芬 发明丝绸之路这个名称 这套道路系统 它都是存在的 而且最早的起始的时间 也不是在中国汉朝 在中国汉朝之前就存在了 那个时候汉武帝派遣张谦 去沟通西域 汉武帝怎么知道 西域有那么多国家的呢 中国人怎么知道 说我一直往西走 有各种国家 我要去跟他们沟通一下呢 而且你走这个路 路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好 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 张谦当时取到了这个四周柱 对不是当时还不叫四周柱 取到这个古老的道路 去了西域 他怎么知道 我顺着这个路走 就一道 对 你有可能走到沙漠 对啊 而且张谦既然能去 就意味着道路已经存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